啊,大家好啊,到了晚上了,跟大家呢,共同来欣赏一个清中期的小碗吧,这个小碗呢,还是比较细路的啊,啊,大家呢,首先呢,开一眼,它的碗中的底部啊,一个兽头啊,然后刻了一个字,这个字呢,刻了一个原字,啊,有可能它是一个人的姓名啊, 那么老霍南陶呢,也是用金扇的手艺呢,将这个名呢,美化了一下啊,变成了一个金字,圆,还是比较漂亮的啊,这个小字金扇完了以后,自己看着自己的心情呢,也是不错的啊,那这个小碗呢,是有两道充线的啊,充线一个小颗,这个老霍南陶呢,都把它金扇完了, 那大家看呢,这是一个粉彩的一个小碗啊,也以这个玉竹为题材的啊,画的这个竹子呢,还是非常细致,非常嫩的啊,看着,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啊,然后呢,再看,主要是呢,是它这个诗句特别好啊, 那么咱们来共同欣赏一下,这个小碗的诗句吧啊,为什么说它是比较细路的呢啊,大家看这诗句啊,玉叶园中生玉竹,大家看这个,这是个玉字啊,是一个日,下面一个例,叫玉叶园中生玉竹, 这个玉呢,也是代表阳光普照,日头的意思,玉叶园中生玉竹,大家看下一句呢,叫,月明临下美人来啊,这个诗意,一读出来以后呢,是不是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啊,好像呢,咱们进入了竹林当中, 然后呢,有一个窑窕淑女啊,管管向你走来啊,在这个诗的旁边呢,会有它用手画的这个小印章啊,画了两个小印章啊,也是呢,文人呢,对自己的这件作品的一个喜爱啊,啊,再看一下这个小碗的底部啊,这个小碗的底部呢,啊,是一个连通,连通款啊,俗称连通款啊, 实际呢,叫盘长款,那么老婆南陶呢,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,也介绍过这个盘长款啊,它的寓意啊,寓意呢,就是连绵不断啊,生生不息啊,就是人们对这个生命的啊,还有这个寿命的一种期盼美好啊,子孙年长啊,是吧,这种,然后再看一眼他的胎质啊,这是属于清中期的啊,道光呢, 时期的这个胎呢啊,啊,也是比民国的时期呢,要细怒一些啊,有点微微泛黄啊,啊,整体呢,这个小碗呢,还是非常漂亮的啊,再给大家稍微拉远一点看看啊,欣赏一下啊,这个小碗呢,它并不是纸扁,而是呢,呃,口呢,是略微的,略微的有一点睽口的感觉啊,就是这边是凹起来,下去,凹起来,下去啊, 就是一种像莲,像莲莲花一样,这种去窥口的做成的这种造型啊,整体呢,非常的优美啊,洒脱啊,这个小碗呢,应该是当时的一个文人啊,或者是呢,一个比较,大家闺秀啊,或者是,呃,有钱人家的公子子弟呢, 啊,食用的一个小碗啊,非常非常的有品味的啊,呃,像老霍呢,也比较向往啊,那个时期人们的生活啊,尤其呢,啊,是捧着这么一个小碗,然后呢,是喝茶呢,还是吃饭呢,啊,还是就是摆放在书房欣赏的啊,啊, 啊,然后呢,再欣赏一下,啊,这两句诗啊,玉月,园中生玉竹,月明临下,美人来,啊,神灵其境啊,一个窈窕淑女,漂亮的美女呢,款款的在竹林中向你走来, 好的,感谢大家的欣赏啊,这个小碗呢,不会让,这个老霍南陶呢,也是比较喜欢,想真爱一段时间啊,把玩一段时间啊,谢谢大家的关注